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林欣 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23日 星期五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新加坡联合早报最近一篇关于拜登称习近平为独裁者的报道 被曝光在香港境内无法越南 引发外界关注 网络专家的分析指 涉事新闻媒体考虑到政治市场和法律等因素 选择性针对部分报道 限制香港用户浏览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页版21日早上刊登一篇题为 拜登称习近平为独裁者的即时新闻 内容引述英国路透社报道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在北京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后 总统拜登公开指习近平为独裁者 自由亚洲21日的报道指 上述新闻在香港境内 虽然可以在Google浏览器搜索到 但就无法开启 网页只是显示你所访问的页面 若是在即时新闻栏目 联合早报官网内搜索 这个新闻亦被消失 而同日拜登称习近平为独裁者相关内容 在全球香港本地多家媒体都罕载 而且都可以在香港境内开放越南 报道指以VPN及境外多地实地实测 不论台湾 美国 日本 英国等 都可以开放联合早报的涉事报道 唯独香港境内不可以 报道有披露今年六四期间 多篇关于香港六四活动的报道 包括港警驱捕悼念六四的人士 以及维园举办慶七一活动 也都在香港境内被消失 但在境外就成功浏览 移居台湾的中国网络工程师 兼公民记者佐拉 协助调查后发现 台湾与香港两地均连接同一来源的主机 理论上当对方发布内容 两地用户都可以看到 认为事件并非技术层面的问题 而是联合早报配合了政府的要求 去删走拜登称习近平为独裁者这篇文章 或是联合早报为迎合大陆市场而作自我审查 主动屏蔽了香港的用户 香港互联网协会开放数据小组 召集人王浩华 同样认为事件似乎非侍服器或禁网等技术问题 而是联合早报有某些特别考虑 而对香港用户作的限制 港府律政司这个月初 就怨荣光归香港一曲 申请禁制令 新闻业界关注若禁令一出 在报道中是否能使用 含怨荣光的片段 香港记者协会日前表示 如果有需要会向法庭申请新闻工作 阔面条款以维护新闻自由 综合港媒报道 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昕22号表示 律政司申请禁令 引发新闻业界关注 期望律政司考虑新闻自由的因素 加入阔面条款 他举例指 若报道内容涉及运动场合就错各歌 就会有影片及声音 这种情况下 是否一粒音都不可以 另外若禁制令通过 而新闻界无阔面权 在直播期间有人就怨荣光 是否要立即停止直播 陈朗昕指 既协将申请成为有利害关系的团体 并非答辩人 如果律政司对加入阔面条款 没有回应 就要上庭向法庭表达关注 怨荣光是反送中运动中 激励港人和极权抗争代表性歌曲之一 今年6月5日 港府就歌曲《怨荣光归香港》 申请禁制令 包括禁止歌曲的演奏、传播和转载等 案件日前 由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家讯审理后 有关审讯被押后至7月21日继续处理 而法庭及申请方律政司 同意任何有意抗辩的人士 可以在21日或之前提交所需要的资料及费用 并在收息文件后7日之内提出书面反对理由 记协在抗辩期限戒满当日即21日发声明 表示以委批律师志涵律政司索取相关法律文件 如果有需要会向法庭申请介入 记协强调无意发布或上载圆荣光 仅针对有关歌曲在新闻工作时出现的情况 向法院求助 申请增加在新闻工作方面的负面条款 之前 记协曾在2019年9月 就禁止披露警员及其家人 起底资料的临时禁制令 要求法庭负面新闻工作者 在进行新闻活动时披露有关资料 以确保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 最终成功获高等法院法官批准 据最新消息 律政司22日确认 收到一名市民计划针对怨鸣光归香港 禁制令提出抗辩 另外有一个组织计划以利害关系一方身份 参与法律程序 一对涉嫌协助中共向英国政治人物捐款的香港夫妇 在今年3月被英国禁止入境 案情细节 因为这对夫妇向英国特别移民上诉委员会 上诉而在近期被意外曝光 据网媒《光传媒》报导 SIAC裁决文件透露 英国内政部今年3月禁止一对在广东出生 2000年移居香港的夫妇入境英国 两人被指控涉嫌代表中共向英国政治人物捐款 行为不符合公众利益 但法庭文件未有交代两人向哪个政客捐款等细节 涉嫌丈夫现年62岁 在广东及云南经营房地产中介业务 妻子现年60岁 曾在2012年申请TIER一投资移民 并在2017年取得无限期居留权 她62岁的丈夫2021年依亲身份 取得英国限期居留许可 两人长子有英国公民身份 其余两名姨子也取得ILR资格 裁决文件指两人是英国华人律师李征区的客户 过去一直透过她的律师流 扮理入境清关子女留学事宜 而李征区在去年7月被英国军情5处MI5 指控为中共间谍 英国内政部在今年3月中 寄出法庭文件盗涉士夫妇 在英国及香港的住址 但妻子辨称当时在中国处理亲属身后事 对禁令及上诉期限不知情 丈夫侧指自己不识读英文 直至代为处理信件的助理 近期上班后才发现内政部的信件 夫妇以此为由 向SIAC申请延长上诉期限 最终获批延长许可 光传媒引述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 理事长桑普的看法指 中共经常透过在香港成立的公司 或透过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为白手套介入他国政治 为很多海外离散港人 带来误会及困扰 一言一行都会被当地政府以放大镜审视 桑普认为港人很难抗衡这种国家行为 但在个人层面上应尽力透过行动 日常生活向当地社会展示香港人 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和盼望 并融入当地社区 他又以最近许智峰向澳洲移民局 举报一名移民澳洲 但曾经在反送中期间表现进取的港警 指海外港人要透过这些行动 建立真香港人 支持民主自由的鲜明形象 6月22日是端午佳节 多区在经历疫情后再次举办大型龙洲劲动 吸引不少市民到场观赏 另外港人趁假期倾城出动 各个大海滩涌燃人潮 今日天清气朗 气温高达涉事33度 但炎热的天气并没有阻止市民外出感受节日的气氛 香港仔海滩全日举办28场赛事 下午更有10支由渔民组成的大型龙洲参赛 是全港规模最大 一早就有大批市民到场等候观赏 在拆处举行的国际龙洲錦标赛 是停办4年后再度举办 有大陆游客专门前来感受热闹的气氛 大埔海滩公园对开海面的龙洲竞赛赛道 全场500米 有56支队伍报名参加 全日共有18场赛事 竞赛选手约1600人 棺赛市民表示 疫情三年后复办龙洲比赛 加上天气好 节日气氛较以往热烈 除了观赏赛龙洲之外 更多市民出门去浸龙洲水 据香港习族 端午这一日海水河水都叫龙洲水 这一日必须出门去浸 大人可以求财 小朋友可以长高 一般都可以被邪去霉运 香港知名海滩 包括港岛的浅水湾泳滩 长洲岛东湾泳滩 西贡三星湾泳滩 以及屯门黄金海岸等处处人头涌动 擠满了浸水的大人小孩 海洋公园也是不少家庭首选 乃至五间海洋公园宣布 沿内水上乐园预约名额已满 公园证实施人流管制措施 已经在网上预约的访客 要在乘搭穿梭巴士或入场时 出示预约入园的记录 未能预约的访客 则要凌选其他日子再来 好了 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 多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